台北市警局長陳家昌 一臉沉重來到北檢 旁邊跟的是松山分局長林志成 兩個人來音訊 不忘算一下警政署 我身為警察的一份子 我不要去為難刑事警察局 我認為地檢署這邊比較具公信力 我願意交給他們 一個半小時後音訊結束 陳家昌再次站出來 不過這時他身上已經沒有手機了 如果需要測航或者其他的偵查措施 我也會全力配合 兩個警戒高層把手機交給檢察官 只是整件事太多的不合理 讓網路上出現爆炸性的留言 PTT上這篇文章 標題嗆名警戒高層以及議員 密集出入四海幫公司打麻將 內容指控四海幫的前幫主 第一哥張建英有個招待所 很多警戒高層 包括松山分局長林志成都來過 還在這裡打麻將 哪一個人看過我跟張建英打麻將 請他勇敢的站出來 我們來對質 不要躲在鍵盤後面當小撈撈 四海幫的前幫主張建英 我確實認識而且熟 我相信在很多的曾擔任過 刑事的高階警官全部都認識他 誰敢說他不認識一些幫派的大哥 林志成重炮反擊卻公開說出 不少高階警官都跟張建英有認識 中戰之亂從雜檢局施案演變成警黑勾結 警察封記這個不容之一的皇后爭吵 現在面臨嚴重挑戰 三線新聞綜合報導